我和老婆都是80后,由于性格问题,我爱出去了,老婆是一名教师,本分,夫妻生活方面很保守,这让我们在座的时候,我要求她摆出难以启齿的姿势时,更是让我充满了强烈的征服感和快感,结婚已经有八年了,我爱好是出去调,老婆也是默许的,只要不找情人,花点钱找找乐子。 夫妻生活也很是融洽,这个55岁的老女人是在三年前认识的,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的口味变得很重了,认识她的时候,她是在一个小镇上卖,那时刚好老婆怀孕,所以我一次一次地约了这个老女人无数次,在她生意惨淡的时候,我无疑是她的第一大金主,所以我们越来越熟悉,她也越来越迁就我的需求。 我也越来越过分,角色扮演着都是常有的事,一直玩了有一年,她结果从凉了,跑去当人家保姆带孩子,一天试着打了她的电话,那天她请了假,坐车从外地来找我,在宾馆里,时隔一年后的相见,她也是饥渴难耐,又是早已离婚的女人, 当晚我俩是大战三百回合,谁也不让着谁,到了第二天中午,我腰疼得下不了床,就这样我们差不多一个月联系一两次。 由于我的特殊嗜好,除了我老婆,其他年轻的女人根本不感兴趣,就喜欢年龄大的,所以一直以来,外面的女人我就只有她了。 后来我也给我老婆说过这个女人,我老婆也是默认了,最不可思议的是,我突发奇想,想同时拥有老婆和这个老女人,后来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,在我的极力撮合下,我们三人在过年期间,相约外地来了一次疯狂的日子,她俩也熟悉起来。 今年我搬了新家,孩子上幼儿园跟我父母住,平时都是我父母带着,家里就只有我们夫妻俩,这女人也和我确立了关系,当了她干儿子,她也有空就经常来我家做作。 当然,每次我们都是在一起玩,现在大家熟悉得不得了,人生苦短,有这样的生活真的很刺激,感谢你的收听,喜欢的可以点个赞。 继续给你分享真实故事,我叫李刚,在一家金融投资公司上班,沈梦玲虽然还比我小个一两岁,进公司也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,但现在已经成为了我所在部门的主管,是我的顶头上司。 这个女人是真的漂亮,不仅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,还有那挺拔的双峰,配上她那修长笔直的双腿,堪称绝美。 而且平时她都是包臀裙配上黑丝袜,脚上踩着一双细跟高跟鞋,在办公区里哒哒哒地走来走去时,撩动着周围所有男人的心弦。 我也不例外,时常会一个人坐在公卫上,看着她的身影浮想连天,没办法谁让她穿着打扮太能勾魂了。 李刚不好好工作,看什么看,你是个什么东西,一声灵力的呵斥从她的嘴里吐出来,把我从天堂打到地狱。 没错,说话的正是沈梦玲吗?你以为你多看几眼我就能看上你,像你这种穷屌丝,下辈子吧。 说吧,她便甩头走回办公室去,留下我一个人被旁人嘲讽的眼神淹没,这就是所谓的女神。 除了长相和身材,剩下全是恶毒与傲慢,总有一天,我会让这个女人低下她那高贵的头颅。 我们部门的业务,主要是给一些想创业的年轻人做贷款,但这些年轻人,大部分都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女生。 刚开始,我以为这是现在女性独立自主,思维越来越强烈的体现,后面才知道这里面藏着大大的猫腻,一个枯燥且乏味的晚上。 我正在公司加班,收到了银行的短信提醒,本月工资到账两千元,顿时心里一万头草泥马飞奔过去。 我天天累死累活加班,天天受沈梦玲白眼,一月到头才两千,她总是想招法地找各种借口扣我工资,不知道这女人从我身上压榨了多钱。 血汗钱一个想法从从我心头掠过,我要看看她的收入到底多少。 我大学时闲着无聊,在网络上学到了一些黑客技术,今天刚好派上用场,在同一个局域往下,入侵个人电脑,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。 几分钟的功夫,我就登录了她的电脑界面,左翻翻又翻翻,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 里面大部分是她在一些高端场所,臭美的自拍照,不过有一说一,这女人身材真是没话说,要是能和她春宵一晚,当打开她的通讯软件,我看到了她和公司老总陈冰的对话。 宝贝,快来我办公室,把你的战衣穿上,嘿嘿嘿,老陈昨晚还不够吗?大白天还要来,讨厌快来吧。 宝贝办公室才刺激一会,正好叫你讨厌的那个李刚来汇报工作,更刺激,看到这里,我一阵血气冲顶,怪不得这老东西,白天叫我去办公室汇报的时候,表情不对,感情她办公桌下面,还藏了沈梦玲这个小妖精。 这对狗男女居然把我当白痴一样戏耍,我感到怒火中烧,我决定黑到陈冰的电脑里,看看他们还有什么龌龊的勾当。 大老板的电脑还是费了我很常识,兼他的密码系统是独立出来的,很难破解。 好在最后还是被我登陆进去,在杂乱无章的电脑桌面上,一个不起眼的新建文件家,吸引了我的注意,点开一看,立马惊掉了我的下巴。 里面全部是一些妙龄少女的裸照,每张照片下面还备注着很多信息,宋某某某局长,宋某某某主任,某某某会所接待某某,喜遇中心接待某某,宋司人导,这些少女的面容很多我都很熟悉。 因为他们都在我们公司做过贷款,是我给他们签的合同,我忽然想到最近看到的新闻,市面上,有专门给那些涉事卫生的女大学生,做裸带的高利贷组织,他们掌握了部分女生的虚荣心,游说他们借钱买手机买包包,借钱整容等等,最后通过高额利息和裸照,对他们进行威逼利用, 迫使他们从事一些卖银活动,来赚取金钱。万万没想到,我所在的公司表面看起来正规无疑,实则背地里是个干非法,勾当的黑组织,我的后背冒出一阵冷汗,原来我一直都在助纣为孽,拿着卖白菜的钱,干着卖白粉的事,我急忙从包里找出了优盘,将他们的罪证拷贝下来, 不管怎样,先离开这里再说,要是被他们发现,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,回到家里,我洗了个澡,躺了下来,说实话,把这些东西拷贝下来,是出于当时的第一反应。 现在来看,我根本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个优盘,把它拿去报警,要知道,这些人既然敢干这种事,肯定背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况且,有些照片上直接写明了,送某某领导,万一警察里面有他们的保护伞,我不是直接上去送人头吗? 拿他来威胁陈冰,拿出来跟陈冰做交易,要一笔钱,然后走人。 这不是唯一一个选择,不过,还不清楚陈冰的势力到底有多强大,贸然这么做太冒险了,我还是决定先把优盘藏好,不动声色。 第二天,我跟个没事人一样,照常来到公司上班,我偷偷注意了沈梦玲的表情,跟往常一样,一样的美丽且傲慢,他们应该是没有发现什么吧,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,都把手里的工作放一下。 陈总有事要跟大家交代,随着沈梦玲高亢的声音,陈冰穿着高架西服,挺着大肚子来到了我们办公区,他地中海的额头显得异常刺眼,要知道,他可不是轻易会出现在我们办公区的,人平时就很少见他,见他也只会在他的办公室,今天的突然出现,我隐隐感觉不妙,大家都辛苦了。 上个季度,我们的业绩一长,突出,这离不开大家的付出,他清了清嗓子,说道,随后他转了转身子,突然面带微笑走到了我的公卫面前,尤其是小郑,几乎每晚都在加班,所签的合同也没出过任何纰漏,他用那肥大的手掌拍打在我的肩上,所以,公司决定晋升小郑为你们部门主管,小沈另有他用。 大家,鼓掌,伴随着稀稀拉拉的掌声,我听到周围一样的窃窃私语,这土包子凭什么当主管呢?他谁呀?小声点,说不准是陈总的亲戚。 一直很低调吧?一个才进公司的臭小子凭什么?此刻周围的嘲讽与谩骂我并不在意,反,而是一股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头生计,因为我很清楚,陈冰应该是发现了什么,不然不可能突然升我的职的。 今天唱这一出是来点我的,恭喜你呀,郑主管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。 要相互多多照顾,沈梦玲扭着蛇腰也来到我面前,一反常态对我面带微笑,伸出了她的冰冰玉手。 感谢陈总审主管提醒,我会加倍努力的,我一脸尴尬地说道,现在的情形我只能先应付过去。 另外,公司特地奖励小正,到我的私人岛上休假三天,由沈梦玲、林静和李婷婷陪同,希望小正好好享受休假时光,回来继续为公司做贡献。 沈冰突然咧嘴说道,此话一出,周围的男人瞬间不淡定了起来,这是什么福气,可以和三大美女相伴出游,我一定要好好工作,希望这辈子能上一次私人岛就好了。 要知道,沈冰这个老色批,选女员工从来都是年轻漂亮,而林静和李婷婷,也是我们公司,可以跟沈梦玲相媲美的游物。 私人岛就更不用说,从老员工的嘴里听说,是沈冰买来专门宴情享乐的一个小岛。 这老家伙这时候用这招,是要给我上糖衣炮弹呢,不过,一想到三大美女的模样,管她糖衣炮弹还是刀山火海,那肯定还是值得去闯一闯的。 我并没有直言拒绝她的提议,反而是默默接受了她的安排,男人们总会为美丽的事物去冒险,我也想看看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,启程时间很快就定在明天,我想应该是沈冰怕夜长梦多。 想尽快把我安抚下来,一晚上我都,没睡好觉,一来是对这趟旅途充满了担忧,不知道沈冰前面给我布的什么阵,二来则是对三大美女的心心念念,要知道平时她们都不会正眼瞧我。 林静和李婷婷倒好说,不是一个部门的,平时见面的机会也少,但沈梦玲不同,天天都能见到她曼妙的身姿,和听到她挖苦的语言,现在对我态度的转变,让我心里莫名地有了一些满足感。 一大早,沈冰的司机就把我送到了港口,停在我面前是一艘小型的豪华游艇,游艇上,三大美女都穿得性感迷人,为首的沈梦玲依然是小短裙,配黑丝,正在对我热情地招手。 林静站在她旁边,穿着白色网纱裙,腿下一双亮色肉丝在太阳下闪闪发光,李婷婷面带笑意, 对我露出了红唇,白齿,她那精致的锁骨,让人恨不得能立刻亲吻上去,这场面还要什么自行车? 此刻,什么危险陷阱都被我抛之脑后,我立刻步伐,轻盈地登上了游艇,三女见我上船,也立刻围了上来,这时我才发现船上还有两个男人,一个瘦瘦高高,穿着一身黑色礼服,态度谦卑, 一个头戴大颜帽,身穿质士白衬衫,面容冷俊,身材强壮,像是船长,并不作声,正主管我叫王钱。 是四人岛的管家,这些天的行程就由我来为您服务,这位是赵船长,负责接送我们,瘦高男微笑着说道,我轻微地点了点头,毕竟是陈冰的人,我总会怀着几分怀疑,说不定是他安排过来监视我的。 还有就是陈总吩咐过,这一趟您一定要好好放松,三位女士也会,好好服侍您,您有任何的需求,他们都能满足。 王钱一脸坏笑,接着说道,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,看来我手里的东西对陈冰很重要,不然他不会对我下这么大的功夫。 王钱刚一说完,沈梦玲就依偎了上来,挽着我的胳膊扭来扭去,很明显他这是在刺激我,毕竟我这二十郎当的小伙子,哪受得了这个? 我也顺势将手放在了他的腰上,一股热浪顿时涌向我的手掌,他的皮肤可真光滑,李婷婷也凑了过来,将头靠在我的肩上,我对着他浑圆的屁股轻轻敲打一下, 作为回应,只有临近面无表情站在一旁,看样子他还不太适应这种场面。 那,郑主管,您和几位女士就先去船舱休息,我和赵船长去驾驶室准备开船,没有特殊情况,我们不会来打搅您的。 说吧,王前拉着赵船长就消失在甲板,郑主管我们也去里面休息吧,在两个女人的拉扯下,我来到了游艇的休息室。 休息室不大,但里面的装修可以说奢华无疑,正中间是一圈高档的白皮质沙发,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摆放着各种香槟洋酒,果盘里的水果也是应有尽有。 休息室还配备了KTV,抬球桌等娱乐设施,不难想象,陈冰在这艘游艇上过得多么纸醉金迷。 郑哥我们先来喝点酒吧,在沙发上坐下,气氛也自然变得暧昧起来,沈梦玲对我的称呼也有所转变,谁能想象,前天还是那个趾高气昂,气焰嚣张的高冷女神,此刻竟像小鸟一般依偎在我怀里, 别别别,你们先晚,我想先回房间休息衣,会我推开了送到嘴边的酒杯,起身离去,说实话。 这场面虽然上头,但我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沈梦玲和李婷婷露出性性的表情,对我进行挽留,只有林静一个人继续待坐在那里,正当我一个人在船上,摸索着寻找房间的时候, 王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郑主管是想要休息吗?我带您去房间吧,说完单手做出了请的姿势,不是说不会打扰我们,怎么船没开一会他就过来了? 我的心中充满了疑虑,您住这个房间,旁边是三位女士的房间,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叫她们。 我点了点头,到了谢简单问了问船上的情况,进房间躺了起来,从我拿到U盘到现在,一切发生得太快,陈冰嘴上虽然没有说一句U盘的事,但他这一系列的安排,不就是冲着U盘来的吗? 想着想着想着,我的手下意识摆弄着,脖子上挂着的子弹头吊坠,这是一个隐形U盘,我已经将资料转移到了这里。 戴在身上也是以防万一,船开了半个小时左右,我的手机已经失去了信号,周围已经是茫茫大海,我的心又开始不安起来,要是此刻陈冰想找人对我做什么,估计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,船驶向大海一个多小时左右。 我睡着了,昨晚确实没怎么睡好,再加上我这种不是经常坐船的人,很容易在风浪的摇晃中睡着,不知道船开了多久。 迷迷糊糊中,我的鼻息闻到一股玫瑰花的香气,这香气似乎贴着我的鼻头,虽然浓烈,但并不刺鼻。 我睁开双眼,扭头一看,一个白晃晃妖娆的躯体,正躺在我的旁边,是一个女人,她此刻只穿着黑色蕾丝内衣,一双长腿上套着丝袜,瞪着一双大眼睛微笑地看着我。 沈梦玲,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,她怎么进的我的房间,正当我开始疑惑的时候,一瞬间,她的柔软的红唇贴到了我的嘴唇上面,我的大脑立马当机,忍不住伸出了舌头回应了她,看到我没有拒绝。 她变得更加热情起来,一双大腿夹着我,在我身上来回磨蹭,狂野的动作让我血脉喷张,我激动地搂着她的腰,放肆地吻了起来。 我突然用力,一个起身,将她压了下去,她喘着粗气,自然地回应着我,半个小时左右,狂风暴雨才停歇。 船舱里,已然一片狼藉,我穿好衣服后,点了根烟坐在床边,她依然空空荡荡地靠在床头,脸上的红韵也渐渐退去,你比老陈厉害多了,年轻就是好。 她突然的话语,打破了我们言语的沉默,有了亲密接触后,她也对他和陈冰的关系毫不避讳,说吧你和陈总这是想干什么,潮水退去。 我也开始冷静下来,把东西交出来吧,老陈的电脑是连接着手机的,一旦有人动过,她会立马收到提醒,此刻她也不再藏着掖着,语气也变得沉重起来。 什么东西,我不知道啊,我继续装傻,在这茫茫大海上,优盘是我的保命符,在没清楚对方底细钱。 我怎么可能轻易拿住老陈,电脑被人动过后,找人查了,显示入侵IP就是你的电脑。 她说完这话后,看我没有任何回应,又起身从后面抱住了我。 老陈的意思是,只要你把东西交出来,以后我们都是自家人,钱你随便赚,人你随便用,话都已经说明。 此刻我也正在他们的船上,我只能随口应付,说东西没带在身上,等回去就把东西交给他们。 沈梦玲听了我的回答,露出了满意的表情,跟我继续说了说,他们的生意如何如何好,陈总不会亏待我的支泪,我的前途一片光明等等。 对于她说的那些话,我根本一个字都不信,只是,在没想好怎么脱身和处理优盘之前,还得把眼前应付过去。 不过话说回来,刚才那短暂的时光,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,我甚至产生过一丝加入他们的想法,没过多久。 王前在门口提醒我们,船已经靠岸,让我们收拾收拾,准备下船。 这是一个典型的热带小岛,岛不大一眼,似乎能忘到头那种。 不过岛上的风光却是格外的宜人,尤其岛中间那栋城堡式的现代建筑,显得十分气派。 这就是陈冰的私人别墅,别墅门口,站着五六个戴墨镜的精壮男子,似乎是岛上的保安,他们腰间都带着黑洞洞的盒子,立马让我警觉起来。 在王前的带领下,我们一行人走进了别墅,刚走进一楼,我就被里面富丽堂皇的装修所折服,头顶是长约十米的水晶大灯,在脚下光亮的地板上映衬得十分夺目,中间有一个小型喷泉,随着四周环绕的音乐声,有节奏的上下跳动。 喷泉背后有一个身穿旗袍的女子,正低着头青弹着钢琴,从背影不难看出她风姿卓越,绕过喷泉,七八个年轻女子,正穿着统一制服,齐刷刷地着向我们鞠躬,等她们抬起头来。 我才猛地发现,我在陈冰的资料里面见过她们的照片,原来,她们都是在我们公司带过款的女孩, 不知道被陈冰用什么手段弄到了这里,往前这时看出了我脸上迟疑的表情,急忙上前跟我介绍,正主管这都是我们岛上的服务生,你有看得上的可以随时带到房间,一起叫也行。 她凑到我耳朵跟前,低声地补了一句,我收起了心底的震惊,表面风平浪静,沉默地摇了摇头,看我没什么兴趣,她大手一挥,七八个女孩瞬间散去,那我们上二楼,您再看看,说吧带我们上了电梯。 这座别墅俩然成为了陈冰的后宫,想必她请那些背后势力,也是在这里极尽享乐,更不用说那些被送到KTV娱乐会所的,不知道还有多少无辜女孩, 掉进了他们设计的陷阱里,想到这里,我不住地打了个冷战,我一个人面对这么庞大的势力,怎么抖得过,一出二楼电梯,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大大的游泳池,泳池里,又是十几个妙龄少女在里面嬉戏打闹,显得格外热闹, 她们全部身穿各式各样的比基尼,泳衣,花花绿绿,看得人春心荡漾,有两个少女甚至游到了我的脚边,向我轻轻撒着水花,挑逗意味十足,怎么样,郑主管这里有满意的吗? 王前还是一脸奸笑的样子看着我,她身后,两个保镖撞汉,也直勾勾地盯着我,让我感受到了一阵胁迫感。 如果我这时候直接拒绝,就显得不那么配合了,就在我,刚想随意指点一个女孩的时候,身后一直闭口不言地临近,突然上前挽起了我的手,我感觉到一股轻微的力道。 把我的手按了下去,王总管什么意思?陈总专门让我们来陪郑哥,我都还没好好伺候郑哥呢,你又让他来选别的女孩。 他一改一贯沉默的画风,变得轻挑起来,看来陈冰这是想连环冲击我呀。 沈梦环的身影还在我脑海环绕不去,这又突然跳出一个急不可耐的林静,估计也是想劝我交出资料的。 我倒要看看林静又有什么招数过来,金钱的力量永远是不可低估的。 往日在公司里高不可攀的女神们,今天都一一打破了昔日尊贵的形象,变得低下起来,对对对王总管,慢慢来吧,还有两天呢,我附和着说道,叫我这么说,王前也不再好说什么,给我们安排了晚饭便一个人离去。 不过那两个壮汉倒是一直跟着我,我出入任何房间都守在门口,看样子是监视我在岛上的一举一动,吃完晚饭,我跟着林静来到了房间里,沈梦玲和李婷婷本想一起跟来,被林静找了个借口对了回去,虽然大战三个女神,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,不过同时一起上场,我还没做好思想准备, 到了房间,我略显尴尬,虽然白天已拿下沈梦玲,不过毕竟跟她是一个部门的,时常见面也没那么生分,林静则不同,她本来就是一个话不多的人,在同时前面就是高冷女神。 再加上我跟她也很少打照面,若不是陈冰的安排,估计一辈子也和她说不上一句话,她倒是显得很自然,一进房间便脱掉了高跟和丝袜,拿起红酒杯自顾自地喝了起来,那个,我先去洗澡,我实在是找不出任何话题来聊。 她也不开口,只好找个借口先去洗澡,白天可是她急急忙忙地要来陪我,可一进房间,她又变得沉默寡言起来,看她没有任何反应,我也没多说什么。 来到浴室,脱掉衣物,自顾自地洗洗澡来,闭上眼睛,热水冲刷着我全身上下,这一刻才稍微轻松一点,想到这两天的遭遇,可以说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,陈冰肯定是必须要我交出优盘的,不仅是资料,包括这个私人岛,我已经窥见了她的全部秘密,沈梦灵他们不过是先给我的甜头, 要是我不交优盘出去,想必那些壮汉的黑洞洞,迟早会放在我脑袋上,可是我真的交出去,她会放过我们,她会像她说的那样让我入伙,恐怕未必,她肯定会担心我留有辈分,无论怎么说,我的存在对她来说都是一个威胁,本来是冲着三大女神过来一探究竟的, 可现在真的看到了一股寒意,反倒让我害怕起来,就在我还在思索如何应对的时候,浴室的门突然被慢慢打开,临近此刻已经赤裸着身子站在我面前, 这风韵的身材和白皙的肌肤,立马让我忘却了登岛后的帕翼,我们一起洗吧,她低声说道,她脸上带着喝完酒后的红韵,显得格外迷人,我当然想都没想,一把将她揽在怀里, 在热水的冲刷下,身体紧紧地贴合着,奢侈地积稳了起来,不管了一天之内能得到,两大女神做鬼怕也是个风流鬼,可正当我准备下一步动作的时候, 又明显感觉到,她的身体正在僵硬地对抗着我,你别乱动,我是卧底,耳边传来了她低沉的声音,听到这话,我立刻停止了手里的马萨, 一时间,我不知所措,整个岛上都是监控和窃听器,包括这里,看我没有了下一步动作,她继续在我耳边说的,我就说陈冰这狗东西没安什么好心,看来一开始这就是她不陷阱,林静示意让我把淋浴水放到最大,这样我俩的对话才不至于被窃听出去,随即她告诉了我很多她掌握的信息, 原来陈冰除了放高利贷给那些少女,还逼迫他们去低俗场所,卖身赚取利益,这个岛也不单单是陈冰宴请,背后势力和享乐的场所,她时常会带一些重要人士来这里消遣, 而他们和这里,少女的所有动作都会记录成片,包括他们在岛上所说的重要信息,都会被窃听下来,这些片子,陈冰可以用来威胁这些重要人士,而那些重要的信息,则会被她拿到市场上卖取高价,门口那些壮汉也不是什么保安,全是手持真枪的杀手,听完这些,我感到一阵巨恶, 知道陈冰在做不法的事情,没想到他的这些事情,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,林静继续用身子倾贴着我,时不时扭动一下,弄得我好不痒痒,我知道他是在演给监控看,我也积极地配合一下, 他告诉我,他已经在陈冰犯罪集团,卧底了很长时间,一直没找到有利的证据,而我手上的东西足以对,陈冰集团造成致命打击,但他也没想到,这东西怎么会被我轻易得到,我一阵苦笑,要是我早知道是这么个情况, 东西送到我面前我也不会要啊,而且就在我上岛期间,陈冰恐怕已经派人,将我家里翻了个底朝天,杀手已经安排好了, 一旦我将幽盘交了出去,我会立刻在岛上毙命,包括沈梦玲他们几个,都是安排在我身旁,一边劝说我主动交出,一边伺机从我身上偷取幽盘的,那我现在该怎么办? 我无助地问他,看样子我是死定了,把幽盘交给我,我带你逃出去,他目不转睛地盯我,要是你的这番说辞,也是为了骗取幽盘编造的呢?经过他这么一说,我反倒谁都不相信了,不交说不定还能多活两天,交了怕是今晚就直接走人,反正你都是死,除了我你还能相信谁呢? 他停止了,马萨,眼神坚毅地看着我,这倒也是,我已经身处死的,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,不过东西肯定不会现在给的,先逃出去再说,我俩又继续假装,扭动一阵,才擦干身子回到床上,关上了灯,整个房间黑暗下来,我们在被褥下悄悄将衣物穿好,因为怕夜长梦多,今夜就决定逃走。 不过,有那么一刹呢,我轻微地触碰到他温润的胸部,又是血涌万分,差不多晚上十点,我们还在被褥里商量着逃跑路线,门口,突然传来了沈梦玲和李婷婷的声音, 郑哥呀,你们睡了没,我和婷婷睡不着,一起进来陪陪你吧,是啊,郑哥,人多更好玩嘛,这时候跑到我门口来,不知道是他们对联,静起了疑心,还是沉冰已经忍不住要对我下手。 孟玲啊,今天我累了,明天再说吧,你们也早点休息,我扯着嗓子回复的,然而他们却是不甘心,王前又突然在门外喊起话来, 郑主管,陈总的安排你也得雨露均粘呢,大晚上的,好时光,不能渴着一个人享受,估摸着现在,他们早已将我在外面能接触到的地界,都已搜查了遍,没有任何发现,决定对我动手了,现在怎么办? 我焦急地向林静寻问道,看来林静真跟他们不是一伙的,不然他们也不会大半夜地这么着急,白天来的时候我仔细观察过,这里上上下下保安差不多有十几个人,每个人都有枪。 郑门是肯定出不去的,就算出去了,他们也应该早已控制了离岛船只,没船我们只能站在沙滩上等死,林静冷静地说道,这些年的卧底生涯,早就造就了他处遍不惊的能力,看来,我真的难逃一劫了,你还没被发现,要不然你就别暴露了。 听完他的话,我无奈说道,说真的今天已经够了,我不想再拉这个大美女跟我一起殉葬,我扯下了脖子上的子弹头吊坠,递到他的手里,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,将吊坠结了过去,随即他将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腰间,肯定地说道,我们俩都得活着离开,见卧室里面一直没有动静, 王钱在外面已经变得不耐烦了,郑主管,来到岛上,你就是客人,一切得听我安排,我这就开门进来了,我听见了外面钥匙串碰撞的声音,看来他们马上就会冲进来,现在情况紧急,万分,一会出去我来解决,保安你去制服王钱,记住我说的话,一定要拿到王钱手里的钥匙串,然后往外跑。 林静急促地说完,便立刻摸到了门边,我也蜷缩着身子跟了上去,紧张地手心冒汗,王钱比我高半个脑袋,我硬上怕是没有半分胜算,既然要拿钥匙串,开门的瞬间是最好的时机,之无随着灯光的照射。 卧室房门被他们打开,几个人影影射在了门口地面上,快,只听林静一声招呼,他便以风一样的速度冲江出去,我也马上起身,对准门口把手冲刺,就是现在,钥匙在门外孔洞上悬挂着。 我用尽全力撞到了王钱,将钥匙串拔出,紧紧攥在手心,按压几声,林静用高跟鞋后,兼直冲两个撞汗要害部位,静直将他们放倒。 没想到这么柔弱的女子,行动起来变得如此凌厉,要真面对面地对垒,我和林静估计都不是他们的对手,我们也是趁其开门,瞬间不备,才达到如此效果。 跑啊,林静见我待在原地,猛地拉起我的手,朝走廊尽头飞奔而去,砰,砰身后传来了枪响,也传来了沈梦玲他们的尖叫声,给我追,王钱的声音变得凶狠起来,响彻了整个楼层,枪响瞬间,整栋别墅的警报声力码响起,一时间所有的保安全部持枪,向我们所在的楼层追了过来。 林静一边跑一边将高跟鞋甩掉,这时候要的就是速度,快往楼顶跑,她喘着气喊道,这丫头怕是糊涂了吧,这逃跑哪有人往楼顶跑的,莫不是跑到楼顶跳楼,这别墅可以六层了,真的跳下来不死,也得摔残废,但此刻乙荣不得我多想,只能依着她拼命往楼上跑去。 楼道下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,而听着越来越近,李刚,把东西交出来,老板不会杀你的,然而伴随着王钱的大声呼喊,又是两声枪响在我旁边的墙上,妈的,说不杀我孩,朝我开枪,不讲武德呀。 白天跟沈梦玲的激战耗费了大半体力,此刻也只能被林静拖拽着跨越楼梯,好在我的住所离楼顶只有两层,不一会功夫就来到了楼顶门口,我们俩用尽力气挤开了楼顶的防护门。 我看到空空荡荡的平台中央,摆放着一个黑色的大型机器,钥匙,给我把门插上,林静不假思索地从我手中接过钥匙,静止朝大型机器跑去。 我这才注意到,这是一架直升飞机,这应该是陈冰的私人飞机,早就该想到,它进出这座私人岛,不可能只靠那艘游艇。 不过我也没想到,林静这小小的女卧底,居然连飞机都会开,伴随着轰隆隆刺耳的引擎声,飞机螺旋桨开始加速转动起来。 我插好门栓,就听见门后边传来声音,不好,他们要坐直升机逃跑,开枪,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离开这座岛,砰,砰砰连续几声枪响,眼看防护门立刻冒出几个大洞,我要是再离得近一点,应该已经隐恨西北了。 我拿出吃奶的劲,朝飞机飞奔而去,看到林静正焦急地摆弄着仪表盘,额头上抖大的汗珠,顺着她的发丝磕磕低落,大姐你到底会不会啊? 我只能眼看着干着急,这大家伙我是真帮不上什么忙,闭嘴她没有,抬头依然一个剑一个剑地继续摆弄,随着一阵连续且急促的枪声,防护门已经不堪重负。 砰的一声,我看到门已经被打开,完了,完了真的完了,开枪打死他们,王前已经变得怒不可遏。 他身后的保安纷纷举起枪口,朝直升机的方向射击,枪响过后,我身旁窗口的玻璃已经被击碎一大块,我不得不弯腰躲避那如雨点般的子弹。 然而,随着我的弯腰,林静的上半身,却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之下,她正在操作飞机,没办法弯腰下去。 我还能怎么办?这么大个美女,真要是死在我面前,我是无法接受的。 况且,她还有更重要的任务,那就是扳倒陈丁,我立刻挺直了身子,将林静整个人护在胸前。 死就死吧,今天上了沈梦玲救了林静,也算没白活。 一股热流涌入我的后背,一阵剧烈的疼痛感,立马在我的全身散开,我的脑袋感觉到一阵晕眩,迷迷糊糊间,我感受到了飞机一阵剧烈抖动,向上急速拉升。 再然后,我失去了知觉,等我在医院醒来,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。 此刻,一个倩影正坐在病床旁,刀削着苹果,这人正是林静。 她告诉我,我帮她挡了三颗子弹才逃了出来,三颗子弹击中后背,我还能活下来,医生说也是福大命大,把我送到医院后,她将所有的资料汇报给了上急。 警方已经将陈兵犯罪团伙,一网打尽,所有的被害少女也被解救了出来,王前在抓捕过程中,赋于顽抗,已被击毙,沈梦玲,李婷婷等人也已被关押起来。 可惜了,在听到她最后,一句时我不由的嘴里冒出这么一句,可惜什么?可惜,再也没有机会跟你的女神同床共枕。 她趁怒地瞪眼说道,那肯定是,不然还能可惜什么?我在心里嘀咕着,等你好了,看我一脸无奈的表情,她语调温柔地说你救了我。 等你好了,我们可以继续那晚的事情,找个没有监控的地方,看着她娇羞的表情。 我开心地笑了,笑得回味无穷,谢谢你的收听。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吧,想听什么内容,记得点赞订阅哦。